请台湾同胞互相转告 一旦开战,千万不要再接双方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啊,中共又口出狂言说要打台湾了 近日,中共召开了香山会议 而美国、俄国等90多个国家都有派代表前来与会 那这次中国新任国防部长董军在致辞上 完全没有提到台湾 还说各国之间不该有三六九等制度 那我听到这个就觉得非常荒谬 在中国农民退休金跟体制内的退休金 怎么差了三四十倍以上还有高干辨房 农村人口想要有北京上海的户口 那跟移民日本有差不多的难度啊 怎么你好意思说各国之间要平等 你连在国内都不平等了对吧 我刚开头说的解放军又呛说要打台湾 但是国防部长又没有提到台湾 那从何而来 这个就是解放军将领在私下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讲到的 记者问解放军军演 请问有没有对台独造成恐慌跟伤害呢 将领瞬间傻眼 你应该要去问台独 你应该去问赖清德 有没有恐慌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那你应该问问这个谁啊 问问这个赖清德啊 对他有没有正视啊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他这方面的反馈 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演习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例行的年度计划 进行例行的演习 正常的演习 而且演习呢今后就是常态化 不需要呢 别的国家说三道四 如果说引起了岛内 如果说啊 引起了岛内的一些心理恐慌 那责任完全在台独分子 完全在台独这个民进党当局 也完全在外部势力的干涉 其实你可以从佩洛西来台之后 中共的军演就知道 台湾多数人 有没有恐慌的 而且台湾其实恐慌的人群分成两类 第一类人群就是投降派 可能一些小草啊 可能一些国民党的舔共的那些人啊 那第二派担心的是 等中共打来的时候 那些小草啊 部分的小草跟部分的国民党 会在后面投我们刀子 所以我们非常怕明明可以打赢的 都是因为你们捅刀害我们输了 对吧 这两个人担忧的点是不一样 那真正被解放军 威慑到的是第一类人 所以你们每次军演 或是你们每次文攻武嚇 威嚇到的 让这些人恐惧的 都是那一批天共的 因为他们也很怕自己 被这个东风飞荡误炸 是吧 这就是让我觉得非常搞笑的事情 怎么是你们自己的人一直在担心呢 而且这些人也是 很好笑 中共对你的文攻武嚇 你怎么要感到恐慌呢 你应该要觉得大国决计很开心 终于要收回台湾了 是吧 那美国一气台湾 你应该要很高兴 那你怎么又提出这个 以美论呢 而且像这个解放军中将的概念 就很像说 你去问我家邻居 你去问我家小孩怕不怕我 我天天拿菜刀在我家小孩 或是我家邻居前面 回来回去 假如他们怕了 那肯定是他们做了亏金事 一切责任都是我家邻居 跟我家叛逆的小孩身上 那个小孩一天到晚不回家 这大概就是粉红的逻辑 德国军舰过了22年之后 再度穿越台湾海峡 结果中共破防 出动了三巨头 不是亲眼就吉隆 中共外交部 中国驻德大使馆 解放军东部战区 出来痛呛德国的行为 是不尊重中国主权 是分裂台海 破坏台海的和平 但是台湾海峡中间的部分水域 是国际的 是吧 是国际水域 是公海 这非常搞笑 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今天台湾真的是你的 台湾海峡中间 还是有一部分是国际水域啊 对吧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就是中共自己说的 十段线 九段线的那个图 这九段线十段线 里面全都是你的海啊 你是海龙王啊 接下来还有一段 解放军的搞笑影片 带大家来看一下 请台湾同胞互相转告 一旦开战 千万不要在街上乱跑 及时关闭门窗 远离窗户 尽快购买五星红 请挂带家属显眼 千万不要在家中 藏匿民进党和人 以及拒绝投降的台军 独有对解放军有利的情报性 即使中国公开 就要向解放军提供的指望 台军将士 请随时做好起义立功的准备 军功张上有你一半 战斗开始后 一定不要向解放军开枪 如果遭遇性快速投降 战斗会很快结束 千万不要为了台独奋去卖命 白白丢了心理不出 还做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回家吧台湾 我们是一家人 请与我们一起分享 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之间的荣耀 请与我们一同建设 我退以外部来说 今天即便台湾是你的 你说回家吧台湾 回家吧孩子 是吧我们都是一家人 但是我好像没有听过 有家长会对自己 淘家的小孩 说如果你在不回来 我就打死你 然后拿着刀说 我要把你杀回来 那你说你 他还敢回去吗 那他不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才走掉的吗 对吧 当然这是退一万步来说 但事实上 台湾不是用你这个一家人 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华民国 是孩子的话 是你这个逆子 想要弑父 还要让这个老父亲 回家给你A死 这才是符合这个史观的逻辑 对吧 小粉红你们应该要喷一下解放军 连解放军都知道打台湾必须得登岛 而不是像你们张口就来 哦飞弹一千颗炸下去 哇收复台湾 所以你们去呛一下解放军 完全没有军事常识 你们小粉红最懂 50颗导弹炸下去 收复台湾 何必登岛 是吗 登岛了就代表台湾已经没有力量了 那何必又带枪 所以去骂一下解放军 军马 而且你要打台湾 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 你本来就是要打台湾啊 你们毛泽东实在就是已经准备要打台湾了 只是那个金门跟古泥桶没拿下来 所以进而没有打台湾 所以那个时候是民进党执政是吧 那国共内战是应该要改成民共内战是吧 只是说国民党执政的话 你更容易拿下 甚至你不用动武就可以拿下 那为什么民进党执政会让你想打 因为你只能透过打才有这个胜算 才有这个所谓的几率 不管这个几率是几% 所以蒙古当时南下灭宋是正义之战 是完成大一统 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宋国的汉人都是汉奸 他们都是想破坏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是这个逻辑吗 那还好当年日本没有成功拿下大陆 否则日本也变成中华民族了 那日本也可以宣扬成这是一个正义的大一统之战 而抗日分子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了 因为我也是中华民族 诶可以这样吗 只要套入中华民族 你就可以无限的理由了 哇真棒 后面还有一句 拿下台湾才能让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之巅 是什么逻辑 所以少了台湾 你就没有办法变成世界的荣耀了 所以非常明显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一刻拥有台湾 我们推一万步来说 即便大清拥有半个台湾 它也是没有登上世界之巅 所以非常明显 你想拿下台湾全境 是想踏出第一岛链 与日本美国进一步的军事冲突 反正你只要一直不打 那你在宣传上就一直赢 你一直赢之后 那些台湾的舔工人就会一直怕 一直怕就会一直投降 一直投降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情 这不就是你在玩的吗 这就跟俄罗斯一样啊 因为你打了就会跟俄罗斯一样 奇苦难下 当初预言 俄国几个月甚至几日 拿下乌克兰全境的粉红 哪去啦 中共推出这个房屋养老金 延后缴满20年才能领退休金 退休年龄延后了三年 经济通缩如前几年让你们躺平 是吧 这些你们通通都不敢反抗 都不敢抗议了 不要跟我说欧美日台的退休年龄都比 中共晚 我们只是延个三年又没有关系 是这样吗 你真的知道 我们两边实际真的退休后领到的钱 区别在哪吗 可以看我昨天这支影片 所以如果你们连这个自己的权益都不敢争了 你不要跟我争什么打台湾 让你热血沸腾 一个陆虎女就可以暴打退役解放军 还没事 有啦 罚一千块人民币啦 你别跟我瞎手就打台湾了好吗 当然中共最近也是得到了俄国的背书 因为日本最近部署了最新的导弹 所以俄方出面说明 只要面临日美的威胁 中俄就会联手反击 当然我们可以从前几个月 中共跟俄国的合作 就可以发现 共军在西伯利亚的基地 做了整修在飞往美国的阿拉斯加附近 如果没有俄国的基地 中国这趟下唬美国的行动 估计会更加的困难 所以真的不要再传递什么 人家的目的就是要跟美国来一场大战 所以传递以美论的那些就是新战 就是认知战 很多人都说美国至上美国主义 美国第一优先 确实啊 你说的很正确啊 所以他才要保护台湾呢 因为台湾就是美国的利益啊 而且这个对日本更加严重 台海一旦被中共拿下 日本的经济出口会崩溃啊 你看哦日本现在米荒哦 还没有台海战争哦 当然这个日币贬值还有海外的日料店 还有他们国内的种米的东西都有影响到 所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有米荒了 如果台湾海峡有事 日本不积极的介入主动解决这个纷争 到时候不止米还有更多的日常用品工业用品 原油通通都不能进出口 或是进出口的成本会非常的多 你觉得那个时候成本会转嫁到谁 当然是日本人民身上 日本人民知道这个真相之后 会不会积极的要求政府去介入 而政府也知道一定会出这个事情 所以他要避免 他一定不会让自己的经济 被中共给控制住不是吗 所以你认为这跟日本没有关系吗 日本会觉得说我可以像这个德国一样啊 在很远的地方就看 嘿干我屁事不好意思啊 所以日本政府不可能衰竞 因为最近害到的就是自己的政权 眼看台湾被打烂 然后威胁到自己的冲城群岛 然后自己国内的这个任何的生活成本 都非常之高昂 这几个月以来 我常受邀参加一些聚会 也认识到一些 日本相关某些领域的周边人事物啊 至于是神我不想要多说 那大家都非常有默契 我会去拍摄到特定 我们都在增加中共犯台的成本 以及习近平发疯打台湾的应对 打不打的过是一件事 要不要打是第二件事 这就跟俄罗斯打乌克兰是一回事 打不打的一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两者在一个独裁者的眼中 并不冲突 因为在他眼中 他相信自己能打 所以是一件事情 那影片的最后再带大家来看一个 中国粉红啊 到了澳洲的蓝山 在景区上面看到有一个 台湾然后一颗爱心 然后又有不同的人啊 拿了不同的粉笔 在这个爱心后面写的US 表示台美友好 这一面小粉红就受不了啦 叫自己朋友扛着自己 拿着粉笔上面写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心 China 台湾在台美的上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台湾就得安安稳稳地 蹲在中国的肩膀上 写在台湾上面的好评 把台湾压得更弯了 他写在台湾的边上 必须给你们中华儿女点赞 下面就是台湾 看到了吗 必须写在高处 中国的包容和胸襟 显得最高位 台湾别想翻身了 写在那都是China的一个神 结果写这么大也没用 前面还是被冠上了China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就因为这个事实 也就是这个事实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都知道台湾前面 必须加一个中国才完整 诸如此类的 所以台湾岛民 别躲在台湾自嗨了 出来多看看这个世界吧 不是 你要来你的领土台湾 看看为什么那个 总统府上面是中华民国国企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要先来台湾确定这件事情 如果已经是你的 就没有必要再统一了 你们也不会天天还统一上海东 台湾人不要搞小动作 众所皆知 台湾是中国台湾 也是台湾China PRC跟RCC有很大的区别的 不然你们会叫自己的国家 是中华民国吗 不会嘛 不然你叫习近平 改这个千年百日版地红旗 然后我们的国家 从此叫中华民国 你改啊 你改给我看 再跟我说 台湾是这个RCC的China 说China无人不知 大国就是这样 不用像台湾那样 处处写出来 刷它存在感 确实啊 你看了一堆国外的景区 都有简体制 请勿乱土台 请勿大小便 请把垃圾放好 请不要大声喧哗 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中国 写China以下的都是你的 而且你写的那个China 离的最近的是哪 是美国啊 所以ChinaUS 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利坚省 而且下面还有很多国家 所以那些国家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对吧 因为这个逻辑是这样嘛 我这个之下的都是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之下的还有哪些国家 还有拉斯维加斯 新加坡 我看懂了 新加坡是拉斯维加斯的 拉斯维加斯是台湾跟美国的 那美国跟台湾 还有拉斯维加斯跟新加坡 全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是吧 那下面还有哪些国家呢 我看波兰 维也纳 哦不对哦 最上面的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 还有一个Germany 所以全世界都是Germany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旗下的 而且说一个实在话 如果按照这个字体的流动的话 美国是你China的 对吧 因为你的China写在美国的上面 而我们台湾应该是Germany的 因为Germany写在我们台湾的上面 很无聊啦 你先把总统府那个旗子换成五星旗 你再跟我说 我给你一百个认同 但是没有完成这件事之前 都是义饮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角 下次见了 拜